这是第三个讲解多种点蛇技术的视频 它取代了我的旧视频BDP第20号 并添加了一些新内容 该视频将介绍双红管和大管 以及其他乐器的练习 所有这些练习都可以通过此连接 在Turi.net上免费获得 在练习多种点蛇技巧的时候 有几个要点需要强调 在上一个视频BDP第19号至BDP第236号中 我提出了练习长母音发音 而不是短母音发音的案例 用于蛇前或蛇后的子音应该尽可能的轻快 最好将这种发音视为风格上的连奏的方式来练习 将K子音尽可能的留在口中的最前端 这将有助于更轻更快的发音 如图所示 不要在喉咙附近发音K的子音 接下来 为了快速执行 您必须练习快的速度 短跑运动员不会通过模仿非常缓慢 又笨重的步行动作来获得更快的速度 同样的 必须以快速但受控制的速度来掌握快速 抽续的这种舌头的肌肉 我将针对这些快速动作的练习称为冲刺 最后拥有多种点蛇技巧 对表演者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优势 掌握多种不同的点蛇技巧 可以让您选择最适合速度 和配合该取适合的点蛇技巧 这些是我最常用的 一拍四分法的点蛇技巧的大致速度 单吐 我最高会吹到138 混合或组合吐蛇 这样子的样子 我会吹到132至144 对于双吐来说 这种我会从138到180以上 我发现在许多需要的快速节奏中 混合吐音是最有用的 它听起来更像是单吐而不是双吐 亚瑟·格罗斯曼向我介绍了这种发音的方式 而他又从伯纳德·加菲尔德那里学习了这种技巧 请参阅加菲尔德在木管世界 Woodwing World的这本书里面的文章 以下是一些事例练习 在第一个练习中我们有一个五音符的冲刺 这里给出了一个双吐的模式 这里给出了混合吐音的模式 我建议您同时练习所有类型的点蛇技术以提高效率 即单吐混合吐音和双吐 通过缓慢开始然后增加速度来改变练习的速度 在这些小练习中总是冲刺到最后 永远永远不要慢下来 这是一个有两个冲刺节拍的练习 总共九个音符 再一次用不同的点蛇模式来练习这个 一旦你掌握了两个节拍 然后尝试三个节拍甚至更多 但是请注意 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耐力 而是为了速度 如果你发现你的舌头在最后变慢了 你可能是在做一个太长的冲刺 在下一个事例中是在音阶上做冲刺 在这些事例中使用单吐混合吐或双吐 关于您的练习的另一条一般性的建议是 一旦你到达了一个失败的速度 也就是你不能始终如一的做这个练习的速度 你就必须放慢速度 完成更多的重复 这样你就可以控制它了 我相信以成功而不是失败结束练习是很重要的 一旦无法到达这样子继续持续的节奏的速度 请降低这种节奏的速度 并进行一些成功的重复 我有同事和学生向我抱怨说 他们不想使用混合吐因 因为这是额外的工作 就对我个人而言 我发现最终的结果 就是流畅的发生 最适合快速单吐的那种发生 是我练习这项技术所需的全部的动力 但是这里有一个事例 可能会为您提供进一步的动力 莫扎特的第35号教乡曲 包含一段要求大管以快速的16分音符 以8度音阶向下跳跃的段落 KK的子音在低音域中发音不佳 尤其是向下跳跃的时候 使用交替混合点舌技术 就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的TTTK的模式 效果就会很好 这结束了我们对多种点舌技术的概述 然而我确实有两个 另外两个视频 他们将吐舌技巧应用于大管文学 请参阅我在BDP第78号中 对贝多芬第4号教乡曲的评论和讨论 另外请参阅我在BDP第191号中的 韦伯的匈牙利轮选曲中 对三土鹰三土蛇的介绍 上帝保佑你 努力提高你的土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